在2017年的3月份 我开始在教会 进上美工设计的本分 主要是负责设计电影海报 和缩略图 刚开始我对这方面的 业务技术不太懂 就常常学习一些相关的原则 和业务技术 也会虚心地向弟兄姊妹请教 在做图的时候 也会多注重听取别人的建议 一段时间之后 我对这方面的业务技术 就逐渐掌握一些了 制作的缩略图放到网上 点击率也都还不错 尤其又参与了一部 纪录片的海报设计 得到了很多弟兄姊妹的好评 平常弟兄姊妹也会经常 向我询问一些技术问题 我就觉得 自己在美工设计这方面 的确有些素质特长 所以不知不觉就狂起来了 之后 当我在设计一些 比电影海报难度小的缩略图时 我就觉得 按我现在的技术水平 应该很快就能把图做出来了 就没有多琢磨琢磨 也没有寻求原则 就直接凭着自己所掌握的 业务技术去做了 结果做出来的图 弟兄姊妹反馈说 不管是光影还是色彩 都不符合主题 我听到这些建议 我不但不寻求接受 还心想 你会不会欣赏啊 我真是大胆创新 这些问题我都考虑过了 都不算什么问题 你也不懂还给我提建议 我就特别持守自己 甚至还对姊妹流露血气 一点都不愿意修改 结果我做的有些图 因为画面问题没能通过 就作废了 过后还听说一个姊妹 挺受我挟制的 不敢给我做的图提建议 我听了之后 心里有点不是滋味 但是并没有在这个世上 好好反省认识自己 没多久 我又参与设计了一部 福音电影的海报 这个电影 它讲述的是一个宗教信徒 受牧师长老的迷惑控制 和宗教观念的束缚 不接受神的新工作 之后它通过寻求真理 接受了全能神的末世做工 活在了神的光中 当时我揣摩着这个主题 我就想 这个海报 用从暗到亮的光影效果 是最好不过的了 所以我就花了半天的时间 去找了一张电影海报 做参考 当我做完之后我一看 这效果还挺不错 正有种大片的感觉 我自己就在那欣赏着 结果有个姊妹 她就过来跟我提建议 她说 这里太黑了 看着没细节 而且太平淡了 另一个姊妹也跟我提建议说 整体太暗了 不通透 看着有种闷闷的感觉 这部电影是见证神的 画面还是不要太黑比较好 是 当时我听完他们俩这么说的时候 我心里十分地抵触 我心想 我看着画面效果就挺好 你们不会调光影 还说我调得有问题 这不是在鸡蛋里挑骨头吗 我就说 这光影不就是这样调的吗 画面得有明有暗 才能有质感 再说了 我调的是电影的海报 讲究的就是光影的效果 那其他电影海报也是这么调的呀 不会有错吧 说完之后 我就把我找的那张参考图 也发给他们看 谁知道他们俩看完之后 都说 我调的光影暗部面积比较大 效果还没有参考图来得好 当时我听完之后 我就一肚子气 我心想 别忘了你们平时 还来请教我怎么做光影的 你们连光影的基本理论 都不比我懂 还反过来跟我提着提纳的 这不是外行指导内行吗 为了证明我的看法是对的 我就把我做的图 也发给了其他弟兄姊妹看 没想到 其他弟兄姊妹们都说太黑了 迫于无奈 我就只好硬着头皮去修改 但其实我心里 还是认为自己的想法是对的 符合光影的理论 就简单地改了改 结果改完了 还是不合格 就这样 本来一个星期就应该完成的图 我修改了差不多一个月 最终还是因为画面思路问题 作废了 看到这个结果 我感觉 我感觉好像被扇了一记耳光 就像泄了气的啤酒一样 提不起精神 也不想跟弟兄姊妹敞开心去交通了 心里就特别的黑暗痛苦 这个时候 组长就提醒我 他说 我这段时间做图总是失败 得赶紧来到神的面前去反省认识自己 我这才来到神的面前去反省自己 找了一些相关的神话来看 一天灵修的时候 我看到了神的话说 灵道是不能自视 你觉着我懂原则 我说了算 你们没资格说 你们懂什么啊 你们不懂 我懂 这叫自视 自视这是撒旦败坏性情 这不是正常人性里的东西 也可能你是有理 你做的是没什么毛病 没出错 业务方面 你是比别人懂 但是你这么一表现 这么一实行 别人看见了会说 这人性情不好啊 他灵道是 不管别人说的对错 一丁点都不接受 全是抵触 这人不接受真理 人都说你不接受真理了 神会怎么看呢 神能不能看见你这些表现 神太能看见了 神不但见察人心肺腑 还随时随地地 观看你的一言一行 神看见了会怎么做 神说 你这个人刚硬啊 你在没错的情况下这样 在有错的情况下 你还这样 不管什么情况下 你所流露的 表现的 全是顶撞 抵抗 丝毫不接受任何人的意见 建议 心里完全就是抵触 封闭 拒绝 你这人真难办啊 阿们 神真是见察人心肺腑 揭示的都是我的实情 这段时间我流露的 就是狂妄自视的撒旦性情 想想前段时间 我做的海报 得到了多数弟兄姊妹的肯定好评 我就认为这是我自己的能耐本事 觉得别人都不如我懂海报设计 业务知识 所以当弟兄姊妹 给我提建议的时候 我就觉得他们不懂 就不想接受他们的建议 即使有其他弟兄姊妹 也提出了相同的建议 可是我心里还是特别刚硬 表面上我是接受了 但其实我心里 还持守着自己的想法 只修改符合极一的建议 对于我通不过的 我就一律不修改 还将很多的理由反驳 甚至流露血气 导致姊妹受我的挟制 看到自己 真的狂妄得没有一点理智 简直太不可理喻了 因着我太狂妄自视 谁提建议 我都不愿意接受 我做的图不但反复修改 耽误了工作进度 自己的情形也越来越糟糕 如果不是临到失败挫折 我还不会来到神的面前 反省认识自己 如果再不扭转 继续凭狂妄性情活着 只能被弟兄姊妹弃绝 让神验证恨恶 揣摩到这 我心里很后悔 也有些害怕 就赶紧来到神的面前 跟神祷告 愿意悔改 过后 我就和族里的姊妹们 敞开心交通 自己的败坏流露 也表示 愿意接受弟兄姊妹的 提点帮助和修理对付 接下来 在静本分钟 弟兄姊妹还会给我提 不同的建议 刚开始我心里 还是会有点不太能接受 但是我一想到 自己前段时间的 失败教训 就有意识地跟神祷告 放下自己 琢磨琢磨 别人为什么提这个建议 提这个建议 要达到什么果效 考虑到的是 哪方面的问题 再根据原则去衡量 当我这么想的时候 就容易理解 和接受弟兄姊妹提的建议了 修改后 确实是看到 果效好了很多 我也体尝到了一点 实行真理的甘甜 但是这个狂妄性情 它就像顽疾一样 不是说经历一次失败 就能够根除的 一段时间之后 我又活在了狂妄性情中 我记得有一次 我设计了一张 教会诗歌的缩略图 我认为教会诗歌 是弟兄姊妹 在经历神做工之后 表达对神的赞美之情 所以这个画面 应该有一种 温馨浪漫美好的感觉 我就联想到 以前学过的理论知识 说到紫色 它有一种温馨浪漫 还有端庄优雅的含义 所以这个画面 用紫色做主色 是最好不过的了 当我做完缩略图 有的弟兄姊妹看了就说 这一次的设计思路不错 画面颜色也好看 我听了之后 心里就美滋滋的 就觉得 哎呀 看来还是我比较有素质 有设计能力 没想到 有个刚操练设计的姊妹 就发消息给我提建议 她说 教会诗歌是弟兄姊妹的 实际经历和认识 你用的这个紫色太梦幻了 跟诗歌的风格不搭 而且画面看着也不舒服 建议修改一下 当时我看完这个建议 我心里又抵触起来 我心想 我看过这么多的学习资料 都说紫色 有温馨的感觉 再说了 网络上也有很多 这类紫色的设计作品啊 怎么到你呢 你就说不舒服呢 再说了 你才刚操练设计 你设计出来的作品才有多少啊 还给我提建议修改 真是太不自量力了 但是 我也不太好意思当面回绝姊妹 我就敷衍地跟她说 我会再去征求 其他弟兄姊妹的建议 但其实过后 我也没去找其他弟兄姊妹 商量修改 就曹操了之了 没过几天 又有一个姊妹 提出了跟她相同的建议 还说我用的这个颜色 给人感觉太压抑了 建议换一换 这个时候组长 也过来提醒我说 让我别持守自己的 赶紧抓紧时间修改出来 看一看 见他们都这么说 我也不敢死将 我就先尝试着去修改 但其实我心里 还是很不愿意放弃 这种紫色风格 我心想 难道我设计出来的这种颜色 真的有那么差吗 再说了 也有弟兄姊妹喜欢呢 那为什么非得要我去修改啊 但是我越这么想 我修改得就越吃力 改了几次 效果还是不理想 后来有一次修改时 画面中突然出现一道瑕疵 我花了几个小时的时间 都没办法修补回来 我心里就特别的烦躁 也很无奈 甚至我都不想继续修改了 想到做这张图 我花了一个月的时间 反复来回修改了六次 弟兄姊妹也被我折腾的 一次次的提建议 现在还是没改好 已经耽误到工作进度了 我心里就特别的痛苦 想到之前 我因为狂妄自恃 不接受弟兄姊妹的建议 给工作带来拦阻 那现在 我又活在狂妄性情中 不接受别人的建议 那这不是又老病重犯了吗 我就赶紧来到神的面前 跟神祷告 我说 神啊 我的狂妄性情太严重了 不能顺服这样的环境 只愿你开启带领我 让我能明白你的心意 能真实认识自己 能从这个情形里走出来 是 之后我就看到了一段神话 狂妄是人败坏性情的病根 人越狂妄就越容易抵挡神 这个问题严重到什么程度呢 人有狂妄性情 不但目中无人 最严重的就是目中无神 别看人外表信神跟随神 人并不把神当神对待 总觉得自己有真理 自己伟大 这是狂妄性情的实质 根源 是从撒旦来的 所以狂妄的问题 必须得解决 目中无人 那是小事 关键是人的狂妄性情 让人不顺服神 不顺服神的主宰安排 总要与神争权利控制人 这样的人 没有丝毫敬畏神的心 更别提什么爱神 顺服神了 狂妄自大的人 尤其狂妄的 失去理智的人 信神不能顺服神 还高举见证自己 这是最抵挡神的人 人要想达到有敬畏神的心 那就得先解决狂妄性情 你的狂妄性情 解决得越彻底 你就越有敬畏神的心 有敬畏神的心 才能顺服神 才能得着真理 达到认识神 阿们 看了神的话 我才认识到狂妄 是人抵挡神的根源 受狂妄性情支配 我总认为自己说得对 好像自己的观点看法 就是真理 就是权威 没有丝毫寻求真理 顺服神的心 根本听不进别人提的一点建议 尤其是当一些技术不如我 或者不太懂这方面 专业技术的弟兄姊妹 提建议的时候 我更是心生抵触 表面上我是接受了 但其实我心里 根本就不把别人的建议 看在眼里 神也多次 借着弟兄姊妹来提醒我 要放下己意 以神家利益为重 多寻求 多尝试 选出一个果效最好的版本 可我还是特别的顽固 持守自己 把自己总结出来的理论经验 当成真理 对别人的建议呢 只要我心里通不过的 我就死将到底 结果 打岔搅扰了神家工作 这个时候 我才对神所揭示 说到的 人有狂妄性情 不但目中无人 最严重的 就是目中无神 人越狂妄 就越容易抵挡神 这话心服口服 也能理解一些了 同时 心里也感到有些害怕 我想到 教会里那些敌基督 他们就是特别狂妄自视 独断专行 根本听不进别人提的 一点建议 甚至还要打击排斥 提建议的人 结果打岔搅扰了神家工作 触犯了神的性情 最终被神淘汰 我虽然没有做出 像敌基督那样的恶行 但我流露出来的性情 跟他们有什么区别 这时候 我才意识到 狂妄性情不解决 后果太严重了 我就赶紧来到神的面前 跟神祷告 愿意悔改 过后 我就看到了一段神的话说 现在来看 尽本分达到合格 算不算难 其实不难 就是人得能放低姿态 有点理智 占合适的位置 不管你认为 自己的学历有多高 曾经得过什么奖 有过什么成就 或者认为自己的素质 档次有多高 这些都得先放下 这都不算什么 在神家 这些东西再高再好 也高不过真理 它不是真理 也代替不了真理 所以说 你得有这个理智 如果你说 我的恩赐高 我的头脑好使 反应快 学东西也快 记忆力又超强 你总以这些为资本 这就要麻烦 你把这些东西 看成是真理 看得高于真理 你就不容易接受真理 实行真理 狂妄自大的人 总占高位 是最不容易接受真理的 也是最容易跌倒的 如果能解决狂妄问题 就容易实行出真理了 所以说 你得把那些外表 看似不错的 高大的 让人羡慕的东西 先放下 先否认它 那些东西不是真理 反而能拦阻你 进入真理 是 阿们 从神的话中我明白了 要想解决狂妄性情 就得先学会放下自己 否认自己 人的技术 才干 经验 恩赐 这些东西 它再高再好 它也不是真理 仅仅只是 进本分的辅助工具而已 不能以此为资本 进本分最关键的 得多寻求真理 按原则办事 和弟兄姊妹和谐配打 取偿不断 这才能把本分尽好 阿妹 想到这 我就去翻看了 以前我做的 比较好的海报 我就发现 自己以前做的画面上 不管是思路 还是光影 色彩 构图等等 都有很明显的 缺陷和不足 但是根据弟兄姊妹 提出来的建议 去反复修改之后 画面就大大的提升了 甚至有些图 还达到了脱胎换骨的果效 感谢先生 感谢先生 看到这些 我心里挺萌羞的 我以为自己以往 能做出一些合格的作品 能得到多数弟兄姊妹的赞成 那都是我掌握的业务技术 理论经验比别人高 就以此为资本 高高在上 谁也不服 可事实上呢 我以往做出的作品 能合格 那都是按照真理原则 接受了合乎真理的建议 在神的开启带领之下 才做出来的 是弟兄姊妹 同心合意 和谐配搭 才达到的果效 是啊 是啊 对啊 当我只凭着掌握的 业务技术去做 我不寻求真理原则 也不接受弟兄姊妹 提的建议时 我做出来的图 根本就不合格 还严重耽误了工作进度 再回想到自己这段时间 狂妄自视的种种表现 我感觉特别萌羞 明明自己什么也不是 只是学到了 业务技术的冰山一角 离专业的美工 还向下很大的距离 那我还那么自视 狂妄得目中无人 真的是太轻浮了 认识到这一些 我就祷告神 放下自己的观点 按照弟兄姊妹提的建议 琢磨怎么修改 能够达到更好的果效 结果不但解决了难题 还无意中调出了 一种新的颜色 很快地就把图 给修改出来了 弟兄姊妹看了之后都说 修改后的图更好看了 看到这个结果 我心里就更萌羞 这一段时间 就是因为我太狂妄自视 导致一张图 反反复复地修改 浪费了很多宝贵的光阴 也给弟兄姊妹 带来了很多的麻烦 严重耽误到了 神家的工作进度 不但自己的技术不见长 连生命进入 也受到了亏损 这时候我就感觉 凭狂妄性情活着 真的是百害无一利 认识到这些 我心里就很懊悔 也暗暗立下心志 以后不管再临到什么建议 我都要先学会放下自己 寻求真理 把神家利益摆在第一位 不能再凭狂妄性情活着了 感谢神 最近我又设计了一个 朗诵节目的缩略图 当我把设计出稿 发给朗诵的弟兄姊妹看的时候 他们就说 这个地球的元素太大了 都堵在画面的中间 视野不开阔不大气 并发了一些参考图给我 看看能不能改进一下 当时我心想 地球就是要放到这么大 才显得大气啊 而且你们也不是 专业学美工的 又没有实际操作过 没有我了解这方面的业务 那你们的建议 不见得都可取吧 于是我就漫不经心地 看完这些建议 又想按照自己的想法去修改 这个时候我就意识到 我又流露狂妄性情了 我都还没静下心来 揣摩别人的建议 以及要达到什么果效 就这么盲目地定规 那这也不合神的心意啊 于是我就赶紧祷告神 求神安静我的心 让我能实行真理 能背叛自己的肉体 之后我就看到了一段神的话 你得先放低姿态 放下自己认为对的东西 让大家交通 即使你认为对 但你也不坚持 这首先就是一种进步 是一种寻求真理的态度 一种否认自己的态度 满足神心意的态度 你有了这个态度 不坚持自己的同时 你也祷告 你不知道对错 你让神显明 让神告诉你 怎么做是最好的 最合适的 大家在一起交通交通 这时候圣灵就会开启 神开启人是有过程的 有时候就看你是什么态度 你的态度是硬坚持自己 神就向你掩面 向你封闭了 神会显明你 让你碰壁 但你要是有正确的态度 不持守自己 不自恃 不任意妄为 有寻求的态度 接受真理的态度 跟大家一起交通 圣灵在人中间一做工 说不定借着谁 说一句话 就把你点明白了 是 看完神的话 我明白了 在静本分中 领导弟兄姊妹 提出不同建议时 这都有神的许可 神在检查我的心思举动 一言一行 那在这个时候 我更应该要实行真理 接受神的检查 不能只在外面就事论事 去分析别人提的建议 是外行还是内行 即使自己比别人懂 自己认为的想法在合理 也应该要学会 放下自己的身段 和观念想象 寻求真理原则 怎么做果效好 就怎么实行 是 哪怕最后 自己的想法是对的 但至少 我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寻求真理 实行真理了 这才是最宝贵的 是 因为神验证恨恶的 是我身上与神为敌的 撒旦性情 流露狂妄性情 比做错事的性质 还更严重了 又想到自己之前 因为狂妄自恃 给神家工作 带来那么多打岔搅扰 我更加觉得 自己不能再任性了 得安静下来 认真对待这些修改建议 争取把图修改得更好 之后 我就认真地看了 弟兄姊妹提的这些建议 就发现其中有一张 参考图的构图很大气 值得借鉴 我就跟组里的弟兄姊妹们 一起讨论 大家都说 按着建议去修改会更好 于是我就重新调整了构图 还有一些元素 没想到 这张图很快就修改出来了 我心里感觉 这都是神的开启和带领 达到的果效 虽然弟兄姊妹 又提出了几次建议 但是我心里就没那么抵触了 也能正确对待了 只要是能够达到 见证神的果效 也不在乎多修改几次 经过几次修改 弟兄姊妹都说 修改得很不错 没有建议了 我才感觉 这么尽本分 心里踏实多了 是 经历了几次管教显明 通过独生的话语 我才对自己狂妄自制的 撒旦性情 有了一些认识与恨物 也看到凡事寻求真理 接受真理太关键了 是啊 感谢神 感谢神 现在我也不像以往 那么狂妄自恃 能接受别人的一点建议了 我能有今天这点变化 这都是神的审判刑罚 与责打管教达到的果效 感谢神 感谢神 解决狂妄才能和谐佩戴 是啊 姊妹经历太使劲了 感谢 ظ美学 主席 现在我也有信心 内容 主席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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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